大家好 牛不牛 这块料子大家注意看 前期呢也有类似的一些石头 擦完以后肿水极好 那这块料子呢 打灯呈现了状态 注意观察 注意啊 系列好像没有 棉细能看得出来 白皮目前来看得到 注意啊 前面还分享过 有一块料子是那种墨细砂的灰黑皮 泡完光以后极度的漂亮 棉少 那么整块料子大家注意看 这样的石头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收藏品嘛 打灯在盐皮上 肿水不是很好 那么它擦开的位置表现不错 会不会当时 就是因为表现好的地方擦的呢 那么又换句话说 再来看这一面 这个面打灯的肿水 你说最多只有一个落种吧 对吧 还显得粗糙一些 对不对 这里呢 往下压了一小洞 感觉不好了 可能就不压了 实际上整块料子 我感觉变种的情况不是很明显 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有这种感受啊 来再注意观察 这样的一份料子呢 我们讲 切小 切碎 做件 那不起眼 如果这块料子价格合适 放上它几年 会不会增值呢 大家注意看 还有这个位置 用这种类似以仪林的方式进行擦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有谁知道 评论器可以交流一下 还有的话 大家再注意观察 整块料子的实行 纹裂走向 手肘好像牵强了一点 那么这样的一份料子 底标价已经放在那里 那最终有没有卖呢 咱们也没查 希望这个货主好印 视频的最后呢 大家记住 想要收藏 一定要了解市场 了解什么东西 叫物以稀为贵 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盲目的去收藏 那只会是适得其反 所以希望 所有有消费能力的朋友 想收藏的朋友 多了解 多观察 多学习 大家好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